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有飞匠 为您带来的 在双方里面风云战90系修正版的实况 的战警说 这场比赛要预备的战天城 vsB愤怒哥 哦又开场就失误 哇 战天城这个失误可不应该啊 战C循环BC前冲生龙 但是 刹车刹早了 难受了 那这场比赛双方的规则 是一个八神加上两个随机角色啊 又抢三啊 下C过来星零环送 被下星拳点钻 战队城这边虽然说残血 但是雅典娜了是吧 这残血的才好是隐藏啊 波动坚持 下肚腿摸一脚 下C波动 15C控制位置 下皮下一阶隐藏 漂亮 123456758 回血直接收掉 这波就血转 对吧 加上隐藏回的血 还有这个 赢下一回合回的血 看一下愤怒哥 这边的温妮莎 你看这雅典娜 瞬间快回满了 超低又带入 圣龙超杀队过去 哎 连队 哦 这什么情况 故意失误吗 可能是啊 故意失误卖血 很怕战队城又可以救了 哎 这手后拳拳 没有些隐藏追地 战队城还有机会 但这一波应该是没戏了 隐藏直接收掉 这是温妮莎 活用隐藏的一个经典案例 对吧 哎 毕竟是实战中嘛 对吧 所以说很难有那种 真正给你打一套满连段 或者完美的 PC起手的方式 各种连段的一种机会 你只能去随机应变 活用是最重要的 看一下这边 哦 温妮莎好凶 但是前跳被一批战C掏中 那没了呀 炮拳直接干费 哟 哇 修起来的生龙 想开PC 前跳再一波 逆向生龙 接超杀 帅的 战天城 是哦 就直接炮拳了 对吧 甚至都不用取消炮拳 反射拳一拳带走了 但是战天城就完帅的 可以 看下奉努哥这边的八神 手底过来 重拳6A 但是没确认BC 可惜了 来 战一两点 对这一批前冲 好的BC开起来 彻底疯狂 是假设 今天就让你知道什么是 真难忍 炮拳队过去 好谢风抓呆 不敢动 战五C会发开起BC 这波应该是一套带走了 来 什么意思 愤怒哥也想秀 但是前冲飞一批 ABCD变身残飞 这下还好没出康 出康直接6A炎将拳了 来 戒出战五D 想开BC 可以花两时一个波 但那场马上破防 看怎么处理 可惜没算准 这个破防值 没关系 连跳躲开一批的指令头 漂亮 愤怒哥 这手摸头沙 被小跳直接躲开 兄弟们 阁下如何应对 太冷静了 愤怒哥 是我刚才直接想着确反了 但是愤怒哥 还在留有后手 还在预判 好的 双龙对手 二批前窗 直接收条下中腿 比分1比0 来看下一局 八神这个下中腿 还是蛮神级的 不会给对手加气 所以说 最经典的例子 就是97 谢风过来 如果对手 还有一点点兽机 对吧 就再挨一下打 就挤满一颗气的情况下 基本都会选择下中腿 结束连段 或者说直接带走对手 看下法 尖压制 右臂中断 则中 直接收掉 漂亮 这波可以说是无伤了 正龙直接收掉 战天城运气太好了 一选八神的情况下 随即到小草 那运气是 非常非常棒的 看一下奔怒哥这边 我又开场一个大毒的毒 战精拳想 奈罗罗则逆向 但是没有则到 没关系 对着罗威比又则到一下 但是 好帅这手小草 啊 朔铁MAX大蛇屁 刚才战天城是 七十五是改朔铁以后 强开BC前跳 再一波逆向朔铁 哇 这战天城特别擅长这种 BC强开以后前跳 然后打逆向BC的一套 连招啊 就在空中给你来回翻译 这也太夸张了吧 罗妞说是 从左边推到右边 然后再从右边推到左边 其实不是很难 最难的就是 中间来回翻译啊 那需要很强的节奏感 以及手速 还有木鸭啊 大圣龙 咱说蹲姿受击 但是正因为蹲姿受击 打不全 不配第一时间取消 不然就是要被缺反的 大蛇蹄怼过去 霸神啊 你的火焰是什么颜色 1分2比0 斩天城 果断拿到赛点 天老爷 这斩天城 有点疯狂 那看起来 这个鸡家射 应该是临场赞助 看一下 愤怒哥这边的 雅典娜 好的 6A责重乱动 这波不是中断了 OK 彻底疯狂 炮神怼过去 好痛 来看一下 愤怒哥怎么办 再波C头 先出板 残血可以秀隐藏 赛翁石马 看一下 愤怒哥 能否找到一套 破防的机会 这时候位置波动 控制距离不错 大影票A 想过波 但是2P防住 逆下好 可惜下清拳 没有位置 这个位置近距离 还是责到 12345678 隐藏回血 没有问题 提领 啊 下回血 是聊一下 还剩一丝血 好的 EPABCD 就隐藏吗 并没有机会 这ABCD 是 七杀射 对空手段的一种吧 一旦弹强的话 就是61年将前啊 也是稳定年段 想反波 但是又被打中 没办法 对吧 毕竟老卢 这个波可以蓄力啊 那个不可以蓄力的 想反波 还是要靠反应速度 靠预判 基本上不太现实 看一下 愤怒哥这边的八神 最后手底要反两个 一个老卢 一个八神啊 前向一条百合折 漂亮 这波逆向中断则中 战天成还是蹲姿兽机啊 打到板中的话 起身就是逆向则 看一下这种八剧 你接柴华吗 接柴华可以的 还剩一丝血压神波 新缘因赶路小胜 A中断则中 直接收掉 这下确实难猜啊 因为战天成也知道 对吧 自己是蹲姿兽机啊 所以说愤怒哥 只要前小跳就能过头 然后战天成只能去猜 愤怒哥要则自己的正向 还是逆向好的大跳 百合折对色一批的 AB闪身 这下想当追波少年 反而被套路了 哦呦 愤怒哥难受 八只女 倒是带不走 但是愤怒哥也不能依靠自己 最后一个手底的阵源斋啊 哎呦 一个战C对色一批的 逆向强转好 家伙又是一波 跳重拳对色一批的 前跳落点 正向中断 哇 这愤怒哥是把攻击判定 给完明白了呀 太恐怖了呀 走心的心呢 再接柴华 我第一次见一个 站重拳能逆向对空的 还有一个原地学之 高跳重拳对色一批的 正向中断啊 太恐怖了 愤怒哥 这冰山一角 对吧 真的恐怖啊 看一下战天城这边的西加射 对战小百合 战天城这局 三个角色 可以说是他的主力也不过分 哎 清拳控制位置 攻头好 找到节奏 漂亮 先前想钻刀 但是 战天城这个跳一点 还是比较保守的 攻杀一波 所谓兵力向好 逮捕 就算一套带不走 弹也够伤了 看一下战队城 要不要APTB变身 对空 到底想空 还是比较稳啊 哦呦 战星拳单点 可惜没确认 这波如果就一个超杀 就帅了 其实是可以的 APTB变身 可惜没弹强 近身要摸奖 IP各种起跳 想躲开EP的摸童杀 战天城这边 撕血也不敢 机身博弈了 如果IP 好的 漂亮 重拳留意确认 暗黑地狱 极乐落 直接收掉 我刚想说 愤怒哥 对吧 起身凹生龙的话 战天城是堵不起的 所以说 点了两波青拳 对色IP的起跳 以后拉后 哎 也不敢堵了 看一下这下发波 参写了七加射 想穿三 欧瑜好 好大不敢动 还是不现实 水花三十收掉 来看一下 战天城这边 耳发出场的 Ksenaki 伊草 呦 这下厚厚百科 就烧一把火 但是反而被缺反了 这下有点明显 动龙齐月阳 双BC双火 动BC加双火 这个伤害可不低 战C对空 八神罗伊比 好的 下心脚直接两点点掉 这个罗伊比呢 可能是想赌命 对吧 必须用八神罗伊比 以后第一时间的 生龙或者谢风啊 都是非常强力的赌招啊 战天城还好 反应速度够快 不然拖一秒 或者说再拖几针啊 那后续的抢招 你抢不抢 就得天断天亮了 对了 齐月阳生龙发波 再接前响 你挑奈乐陆 奈乐陆打枪 但是连转失误 战天城又开始 救了好 罗伊比 逮到 来 把一套收掉 走了齐纳迪 来 没有选择大事而逝 选择跳CD 带着跟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精彩啊